我们第二阶段每个月一次来谈古典音乐 但是我们音乐是古典音乐本土化 本土音乐古典化 是来自我们在座三位的努力推动 第一位湾声乐团音乐总监李泽宜先生 前台北势力交响乐团单黄管首席陈威林先生 郭大哥好 魏林兄是我们国内单黄管的 等一下应该放教父的配乐 嘎巴的 绝对教父级的 第三位湾声乐团执行长蔡佩一小姐 欢迎 郭大哥好 上次是你们首席 好 观众们也好奇说 怎么政治评论节目谈古典音乐呢 为什么不行 我还不止古典音乐 我还要谈艺术 美术 谈表演艺术 谈摄影 谈客家文化 谈历史 为什么 这是台湾文化内容 国家认同 民主价值的最重要内涵 我们在建构文艺复兴公民社会 所以我不断的 我第一段荣获会暂时讨论 现今的政治形式 叫政治评论 但第二小时 我要谈国际观的 推动台湾文艺复兴 我的典范 来自这位 肯尼斯克拉克爵士 其实他是Lote 英文叫Lote 就熏爵 他是爵士最高等 就是熏爵 Lote 他在英国BBC 第四频道 主持叫做文明 就他 他每次在做结论的时候 一句话 文明的进步来自信心 为什么真正评论 我要鼓舞下一代呢 灵感来自另外一位 威廉克拉克 北海道 扎谎农校 创校者 也就今天 北海道大学前生 他在创校的时候 孝训 就是这句话 More is be ambitious 明治时代的年轻人 我们这位那位 写那个武士道那位 新都护道照 就叫他学生 一位内村建山 非常非常多 都他学生 我爸爸 在日本东京 留学的时候的 老师 就要叫这位 克拉克教授叫Azol 就是代代传承 所以我常说 我的第一句英语 不是book This is a book 是voice be ambitious 从我小时候 我就把巴哈讲 你看 这是我们的公民记者 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来宾 在北海道 刚下雪 帮我拍回来 voice be ambitious 我自己有个习惯 我上一段讲了 我每天早上一大早 我都听巴哈的音乐 因为莎士比亚说 音乐 是灵魂最好的养分 我们就来看一段 由哲义兄 他所推动的 马卡道 荒香曲 再请教堂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近代历史学的建构 来自一位德国父子 就是Bottobon-Rank 兰克 他们父子所建构的 他说 历史研究与评论者的职责 其实也一样 古典音乐者也一样 只有牧师的工作可以相提评论 必须具备传教式的热情 什么叫热情 热情 判断力 责任感 我非常佩服哲义兄 不断地致力于古典音乐本土化 本土音乐 古典音乐化 你们现在努力建构台湾的职业乐团 你看 明天晚上 我就应邀到国家音乐厅 听克里夫兰 交响乐团 美国四大乐团 我到现在都很期待 我很期待台湾有一个国际性的 虽然我们的NSO性很强了 NSO国家交响乐团 但是我们要建构 世界级的交响乐团 职业乐团 请 其实台湾现在在古典音乐上面 就是所谓的职业乐团 大概有五个乐团 一个是国家交响乐团 然后在台北市 还有台北市立交响乐团 然后还有长龙交响乐团 那中部有一个国立台湾 交响乐团 然后南部有一个高雄市交响乐团 这是五大交响乐团 在台湾来讲 然后当然另外还有 我想算是东方的特色 国乐团 台湾有三个职业的国乐团 一个是国家国乐团 台北市立国乐团 还有南部有一个 就是高雄市国乐团 那最近又有两个 比较新的国乐团产生 一个是在台南 一个是在桃园地区 所以其实台湾的职业乐团 如果以像西方国家 或者是日本比较先进的 这些所谓的职业乐团国家 其实我们的比例并不算低 那我们每一个乐团 大概有60个到100个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专业音乐家 那每年职业乐团 大概会有50到60场 所谓的售票 然后大型的演出 对 然后可能还有很多的 小型的室内乐 还有各式各样的 教育推广的一个演出 有的乐团甚至可以高达100多场 所以其实台湾的职业乐团 其实是效法西方的 整个职业乐团的一个环境 系统所建构起来的 那其实我想要讲的是说 我们其实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 我们自己的方法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这个文化上建构了 所谓的西方形式的 这个职业乐团 那我想之后呢 我可能会再聊到说 那这样子的一个建构的方式 或这样子发展的方向 在几十年下来 是不是在台湾的文化里面 在这块土地上 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方向 是能够长久的 继续再往下走下去 还是说它事实上 现在已经面临了一些 什么样的问题跟困难 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 刚才我们播放那一段是 马卡道框香区 马卡道是目前在 台南高雄的原住民的部落名称 里面的音乐 我刚一听很熟悉 因为我自己是台湾长老教会的信徒 台湾长老教会的圣诗里面 事实上收集了非常多 平埔族的古调 应该很大部分是来自 这个希腊亚族 主要是来自一位牧师 叫洛仙春 洛仙春牧师 他是音乐家 他拿着录音机 拿着笔记本去 平埔族的部落去采集 然后建构成一个词曲 所以曲子很熟悉 洛仙春 先后的仙 春天春 他的公子 洛维道 伊多洛 在国际也是民族音乐的 有非常有名的音乐家 他们两代 洛仙春牧师 伊多洛 洛维道 他们都是不断地促进 台湾民族音乐的国际化 我请教教护 叫首席 威林兄 你自己培养那么多子弟 你也知道 你受非常好的信念 也不断培养子弟 苏有赚功 怎么致力于建构 台湾特色的古典音乐 把台湾的音乐 把它拿上世界舞台 请 是的 我从28岁 从国外到 留学到台湾来 然后就开始投入 交响乐团 那从这些年来 我看到台湾的 交响乐团的进步 因为台湾的交响乐团 早期的团员 没有像现在 这么多 从国外留学回来 那么 所以我们的交响乐团 像刚才哲义谈到 我们有五大 交响乐团 那国立的 就公立的乐团 主要就是 台北市交响乐团 NSO 还有我们台中的 国台交 还有 高雄的交响乐团 那这些交响乐团的团员 因为这些年 已经都慢慢的进步 当然我要说 要跟所谓的柏林爱乐 跟这些交响乐团来比 是还是有一段距离 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的乐团 已经有长足的进步 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现在也制度上 我们也是有 经常都是在 世界各地的表演 还有我们请来 世界各地的 非常优秀的指挥家 所以我们这个 交响乐团在这些年 我觉得 因为我在还没出过念书之前 我已经在国台交 就以前的台湾省交响乐团 待过一年 然后这些年来 我也看到他们乐团 也长足的进步 那我在台北市交响乐团 待了三十年里面 我可以见证到 我们台湾的乐团 是确实是一直在进步 那当然就是 现在在投入乐团的年轻人 要进入交响乐团 越来越难 因为交响乐团的 你知道一待一个乐团 就像我要待一个三十年 三十年才轮到 有另外一个人 接棒的人 所以现在乐团的水准这么高 所以我们对乐团的 进来的新进团员 我们要求越来越高 所以要考一个乐团的团员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好 努力过 我今年这个年纪 你们自己查 维基百科 但这一年 也是李登辉总统 做总统那一年 跟我这个时候年纪 我想他都能做总统 做到77岁了 各位知道我年纪了吧 那我为什么不能主持 政论节目到77岁呢 我可以说是台湾的政治评论 第一批进去担任评论者 跟主持人 1995年开始 之前都没有 到今天 2019 24年了 我还坐在这里 我很坚持一点 我也知道政治评论节目的 优点缺点 但是我坚持 一定要有人文素养 于是我谈音乐 谈历史 谈文化 谈摄影 谈美术 我还想开辟一个节目 叫做科技跟人文对话 我要叫它这更重要 24年了 我当然知道 这就是我立场 如果我不谈古典音乐 本土话 我不做谁来做呢 此时不做何时做呢 各位可以了解我的心境 人要回到灵魂的深处 探讨生命的意义 在一个独特的处境下 进行品质的要升 音乐是立即 最快触及灵魂深处的 一种载具 一种形式 所以我非常喜欢 大体验家卡萨尔斯那句话 你们谈政治 我谈原则 讲真好 我们谈原则 我坚持下去 舒曼 也是这位作曲家 也是钢琴家 也是培养 他就发现肖邦的天才 他第一次听到肖邦音乐说 各位请脱帽致敬 他是一位不世俗天才 我今天为什么要邀请 这个哲义跟威玲跟佩怡呢 我们有责任给他们平台 不只到国家音乐厅 这个评论也要让他们来展现 台湾的能量 台湾的潜能 我们的软实力 我常说美国有六个航空母舰打击战斗群 我们台湾还有朱中信打击乐团 也一样 这是软实力 对不对 还有万圣乐团 现在是小婷首席 这次执行长 佩宇什么感想 请 其实在台湾有非常非常多优秀的学生 不管是台湾在地培养的 或者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 那在台湾的这个音乐的工作环境里面 其实大概有几样工作 是这些音乐家 他可以的一个全职的走向 比较顺利的 能够进入职业的乐团 来做一个全职的音乐家 那全心奉献在演奏的这个职业上面 那另外还有一种是 他可能对于音乐的教育 他有很大的期待 所以他可能进入大专院校 做教授 指导学生 或者呢 他可能去国中小 从最基础的音乐教育 开始着手 希望把自己的这个音乐的能量 从教育开始做起 那当然其实在现在台湾的音乐环境里面 其实有非常多的音乐家 我们有时候会称作所谓的流浪音乐家 也就是在台湾这么小的环境里面 其实并没有这么多的乐团 这样的职位给他们来工作 所以他们变成透过教学 透过不同演出的参与 来维持一个自己生活 能够再继续奉献在音乐上面的一个能量 那还有一种呢 可能就是像我这种 就是从小学了音乐 然后确实在台湾舞台上面 要继续走表演这件事情 并不是对每一个人来说都非常的顺利 所以有的时候我去学校跟学生分享 其实有的时候作为学音乐的人 要回头看一看一场音乐会的成功 其实在幕后是需要有非常多 所谓幕后行政人员 他必须从节目的策划 节目的宣传 甚至到票务行销 以及舞台上要把乐团都摆好 所有的位置都摆设好 所以其实很多如果你是爱音乐 学音乐在舞台上演奏的人 那我觉得除了舞台上 这样的一个职位之外 其实幕后的行政工作 其实对于现在的音乐人来说 他也会是一个可以去思考的 一个全职的一个奉献音乐的工作 其实刚才佩宇所想的 我不愿意用流浪教师这个话 我很不喜欢用 但是的确台湾 至少我认识有一大批 非常优秀的古典音乐 到海外受教回来 欧洲的北美洲的回来以后 他们因为教职有限 于是不得不在不同的场合 在学校兼课 或者在家里教学生 或者是一种演奏 其实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 给他们更好的环境 我真的是有所感 如果有所谓流浪音乐家的话 那是我们社会责任 不能怪他们 他们都受最好的训练回来 我们是不是好好思考这问题 我们政府企业 民间部门 也只有Von Biro 这位可以说跨19到20世纪的伟大指挥家 Von Biro说的 听巴哈音乐叫做旧约圣经 听贝多音乐叫做新约圣经 是啊 那我们有没有把台湾的音乐 未接拉到就像这些经典一样 我们就从我们最熟悉的 TEO Biro开始 听听看好不好 我们要把界定 重新界定我们自己台湾民谣的经典 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在座的哲义兄的努力是真的 禅宗说功不堂娟 努力有回馈 你看 是在国家音乐厅演奏 用交响乐团 听耀翁 很多人说 那就是一道疑难民谣 火车过的饭坑 在当中听耀翁要落后 有一年 我们知道柏林哀乐有十二把大提琴 他们全世界巡回演出 也是到台北 也在国家音乐厅 他们就演出的时候听耀翁 最后啊 神来之笔啊 最后就是阿公要煮鸭 阿嬷要煮鸭 两个手把都打锅 突然啊 那个十二把里面的首席 突然拿着锅 一声啊 全场风堂大笑 这最有创意奖 我希望我们的各政党候选人 拜托我们当两个手把都打锅 用音乐来展现最好 因为艺术音乐 就是把光明投射到 人类灵魂的暗黑之处 这不是我讲的 这苏曼讲的 也只有苏曼讲出那么具有 既形而上又具有鼓舞的力量 音乐 它是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 它是投射到人类灵魂 暗黑之处 它是灵魂的滋养 最好的方式 来 哲宇 请 是 其实想要跟大家聊一下 台湾现在所谓的 职业演奏家的环境的问题 其实我们先从人才来讲起 其实台湾从有音乐系开始 应该是在民国四十几年的时候 从师大开始 还有文化大学 那这五十年来 其实台湾现在大概有二十几所 有所谓的专业音乐训练的大学 所以训练出来的 那个就是说专业人才 一年如果说毕业生 以五十个人来讲的话 我们以二十座来算 其实它一年有一千个专业人才会毕业 那这四五十年来 我们这样累积 也大概就是有五六万人 这样子的一个专业人才 但是我们现在到底有多少 所谓的职业演奏家的position 就是这个职业的那个位置 给这些人 我刚刚提到五大职业乐团 五大职业乐团 一个乐团就是六十到八十个人 到一百个人顶多 其实都不到五百个人 不到五百个人 可以在职业乐团里面工作 也就是说我们有六万个专业人才 只有提供五百个职缺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应该说就业比例 其实它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如果所有的音乐家 就是所谓的学习音乐的人 毕业都一定要到职业乐团去工作 我想这个就业率是非常低的 我想比搞公务人员还要困难 所以其实在这样子的 整个大环境之下 要真正能够进入到职业乐团去工作的人 的音乐家优秀人才 其实真的是少之有少 所以其实在这样整个大环境 为什么我们还要一直培养 这么多所谓的专业音乐的演奏人才 其实这个在所谓的职场上 它的供需是严重失衡的 那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 其实有很多人在教音乐 所以你可以教音乐为生 可是我们一直的教音乐 一直的产生学生 一直教音乐一直转生学生 可是学生并没有工作 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的大环境里面 其实它真的是一个工序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在想的 我们这些所谓的音乐工作在想 是如何建构在台湾这个平台上 所谓的古典音乐平台上 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或者是工作的环境 那当然你可以说 那到学校去教书是不是很多人 其实我刚刚有讲到 大学有多少二十几所 一个学校音乐系 顶多就是九个专任教授 九个专任教授去乘以二十几所 其实专业教授也只有两三百人 其他也就是兼任 那我们也知道兼任 就是领所谓的兼任薪水 其实这个也都没有办法 让大家引以为生 所以其实在整个大环境上面 其实对所谓的专业古典音乐人才 是非常的不friendly 对也就是说很多人 因为在国外 他可能在台湾学了十几年 到国外又学了很多年 可能他真的投入二十几年的学习过程 回到台湾这块土地 这个环境里面 他并没有办法找到工作 这是现在所谓的台湾 现在专业音乐人才 所面临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困境 我今天早上还看新闻 陈建仁副总统主持 一个类似一个创意发明讲 台湾的创意发明 在全世界是第四位 我蛮讶异的 好像报纸都没报道 请你不担心台湾 我讲这个顶故 肖泰兰教授长期旅居洛杉矶 然后有时候我们放假 放年 美国也有年假 我们就从洛杉矶开车五小时 到拉斯维加斯堵城去 其实度假 那肖教授每次堵 都输到脱裤 所以有一次做一首歌 小米落大书 歪小书修书 一语双关 他有一首歌 但他最伟大是 创造一首 请你不担心台湾 我觉得就是 他当他 类似流亡在美国的时候 黑名单的时候 他那种感慨 请大家请你不担心台湾 这一层是我 所见的一流的 具有气发力之心 立的一流的 他们家是做 这个希腊那个 肅琴的吧 然后有这个音乐熏陶 所以 于是你立志 培养更多的音乐人才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 威林兄也一样 我们不是 我们不想贵台湾 我们是要替黑一代 打拼 来 怎么继续培养人才 培养职业乐团 就像我举个例子吧 Roy Weber 猫剧 猫剧这位 剧团的创始人 他剑桥道 想要读到大二大三 都不读去做了 学历经历没关系 但是Roy Weber在音乐剧 国际音乐剧 到现在历久不衰 一定有他道理 不要忘了 台湾的创意发明是 名列全世界的地势 那我们的音乐创作 我们的新音乐 音乐剧 都可以开始 我们是不是请威灵兄 大家互相勉励 请 是的 刚才哲义讲到 就是我们这个乐团的 这个经营方面的 这些问题 怎么样 在创造更多的工作的机会 但是我是觉得 就是说我们在乐团的 学音乐的人 将来要找到乐团工作 像我问我学生 说你将来想走什么路子 他们说我最想 希望的可以跟老师一样 我可以在交响乐团工作 然后可以在学校里面教书 然后可以在自己 有自己的演奏的舞台 那表示你实力够强 这三个条件都具备 才有可能 实力要够强对不对 我告诉他们 最大的原因是 我们这个 好像我玩股票 我们进场的时间 比较对一点 你比较谦虚 你还客气 音乐 媒体 政治都一样 我引用戴高乐总统一句话 政治 媒体 音乐 都实力 谈实力 逻辑感情没用 你还是客气 怎么培养实力 透过实力 来建构职业乐团 是 我在教学生 当然我是培养的学生 当然是要从喜欢音乐开始 我觉得这是 刚开始的学生 都是有热情 但是他们不一定知道 他们将来的目标 是什么 那当然要变成一位 职业演奏家 我们是要付出非常多的心力 那我是觉得 那像我的学生里面 有一些 他们是很有天分 那有一些学生 我不觉得 他们有这么高的天分 但是我们并不觉得 没有这么高的天分 我还是训练他们 变成一位喜欢音乐的人 就像我们在学政治人 将来 就像政治系的 这些学生 将来有一天 真的是走向政治 也不一定 能不能举一个成功的范例 用故事 用实际地址 你说 你自己 对 培养人才 培养人才 拿我自己来讲好了 我自己以前 我刚开始学音乐的时候 说实在就是 不是 我根本没有立志 要当成一个音乐家 我们只是在学校 老师认为说 你这个耳朵很好 唱歌唱得很准 然后说 你可以来跟我学点钢琴 就这么开始 但是我们在学音乐的时候 中间才发觉 就是说 我们需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心力 然后 在台湾我们学习不够 我们在学习西方音乐 我们必须要到西方去学 真正的古典的音乐 那么 所以像我的学生们 我会时常勉励他们 讲我的 之前的一些 怎么样 从学习中 从失败中 然后从 我们的朋友中 从我们在 经常要去听 五点音乐 不是光是只有在课堂上 就像我大哥刚才讲 说要去听 五点的 交响乐的演出 我觉得这些都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 所以 台湾的这个乐团 当然是现在 这个位置非常的少 但是我觉得 你要只要努力 你虽然这个机会很少 我知道我有些学生 他们回来的时间 说明不对 他们是回来的时间 有些回来 刚好就有这个位置 当然他们就是 刚好可以来参加这些 有少数的退休人员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这个机会 永远是留给我们 这些准备好的人 所以他们必须要了解 就是说 我在学习的阶段 要告诉他 其实我说实在 我在这个退休的 这个阶段以后 其实我最想到 学校去做什么事情 我常常要去 我希望到学校去 跟学生讲一些课 然后请他们演奏 然后我最想做的事情 是要告诉他们说 这位同学 我觉得你不太适合 要走这一行 不要再 因为其实真的有天分的人 真的可以走到 真的职业演奏家的 这个地步的人 其实少之又少 所以我们是希望 我们一方面在学校学习 尤其在大学的学习 我是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说你在大学的时候 你要必须要了解 你的能力 将来的 你是不是可以走这一条路 不是说你光是学习 你也要了解 你适不适合走这条路 我真佩服魏林兄 你真的很好老师 或者说同学 你不适合做音乐家 我看他听到你 李奈莎拉 他认为是世界末日 我知道可以 但是我觉得你这对 传道授业解惑也 有职有量有多文 有职就还很直率讲出来 我自己是 我真的跟孔子一样 五十有五字于学 我十五岁就想做历史家 只会发觉到 我经过学院的训练以后 历史家是趴在桌子上看书而已 我就转战媒体 各位有没有注意我讲话 我讲话比较不像一般的媒体 事实上我讲话就是历史学家的讲话 不是我在说是历史在说 所以我从不管在大学到美国读研究所 我从来没有失去我历史家那个专业 你要建构一辈子 如果你专心做 我不喜欢讲发财那个字 有人喜欢说发财 有个市长最喜欢发财 价值信仰才重要的 你有专业 有价值信仰 你不用担心 你人生会怎么样 导师我要对 威林兄讲一句话说 我爸爸跟我讲 不可以退休 退到休息了 所以我现在退休的 我绝对不退的 虽然我跟我制作人说我退而不休 打死不退 就我的制作人还跟我呛下说 胡大哥我知道你是打死不退钱 对啦对啦 我需要退休凤 但重点是打死不退 要培养人才嘛 佩玲你是执行长 更知道培养人才的重要性 你怎么执行 拿我自己来说 其实我是从小爱音乐 喜欢音乐 然后进而才决定在大学的时候 念音乐科系 可是我很早也就认知到 真的你要站在一个舞台上 作为一个演奏家演唱家 真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那其实在学校的时候 我就一直开始思考 有什么样的一个未来的发展 是我可以作为一个音乐人 然后我又可以在音乐的 这个环境里面去做我热爱的事情 那也就是其实在台湾现代环境里面 非常缺的 在一个不管是交响乐团 室内乐团 任何乐团幕后的行政人才的部分 那记得在大学的时候 透过帮同学办理音乐会 其实你才可以知道说 音乐家 因为自己当过音乐家 所以知道在舞台上要面对的 那个压力有多大 你今天花了一年两年五年 所累积下来的在专业上的能力 很有可能在舞台上 因为一个瞬间的不完美 可能就会让你打击了 累积这么多年来的一个成果 那我觉得这时候幕后的行政人员 他非常的重要 他重要在哪里 他必须要知道 这些音乐家在舞台上 他面对观众 面对自己要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所以行政人员要做的呢 就是我要让一个音乐家 他只要专心的准备 他要上台演奏的东西 他的吃 他的座位 空调够不够暖或太冷什么 这其实是作为一个幕后行政 他要去帮这些音乐家 完整做到的事情 所以当然环境 在台湾这个音乐圈子很小 我一直都很跟大家讲 其实也像威林老师说的 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在舞台上做一个专业的音乐家 所以幕后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 我觉得对于现在 不论你在大专业需要写许音乐的 孩子们来说 可以把这个东西放进来思考 因为你可以站在一个 优秀的音乐家旁边 从听他彩排 听他演出 跟他一起工作 其实那个所学习到的 有的时候会比自己站在舞台上 所获得的更多 好 各位我可以体会 你看我在这边主持 我背后有一流的制作团队 我们制作团队 还有副控师在在座摄影大哥 要取景 这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所有的事业都表演事业 所有的事业 那个表演事业里面的行政幕僚工作 那才关键 我不是台面上而已 台面上只是你看到的 冰山之一角而已 完全同意你的论述 纽约前爱业指挥伯恩斯坦说 要常常去音乐厅听音乐 为什么 他说你走出音乐厅 好运就来 对 我每次走出音乐厅 好运就来 也是歌剧教父 曾道雄教授说 因为你走出音乐厅 就把你心里面那个嫉妒 跟憎恨留在位置上 好运就来 讲得真好 我们台湾人是 人家拍起来 勤勤的 来 听他一段 勇勒歌 然后我们请三位来做结论 来勇募大家 来勇募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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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没有感动 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的支持这样的一个专业乐团 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台湾的职业乐团也好 或者是所有在做音乐工作的人都要去思考一个 就是未来台湾的古典音乐怎么样跟我们自己的文化产生连结 甚至是从我们这块土地长出就是说生根然后开出我们自己的花来 这样子才有办法走得长久 请问财格夫斯基拉赫曼尼诺夫不是把俄罗斯文化元素放进音乐里面吗 建构了世界音乐不是吗 这个威廉兄 我跟你说 你要听我的话 不可以退休了 退休了 继续朋友人材 来 怎么鼓舞大家仰望天空的星神 给音乐界一个星神 一个目标 一个愿景 请 是 我觉得交响乐团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一种享受 因为交响乐团说是在培养一个交响乐团的团圆 还有国家来支持这个交响乐团 这个非常重要 那我是觉得这个我们交响乐团的团圆训练这么多年 然后这个国家每年支出都已经超过两亿元 来支持这个公家的这个乐团 然后非常不容易 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需要听众走入音乐厅 然后来支持交响乐团 不但是支持交响乐团 还最重要的要支持我们像湾声乐团这种 它非常支持我们的这个 我们这个古典音乐台湾化 台湾的这个音乐国际化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非常需要听众来支持的 这也是我这个声论节目也很少的 我在礼拜一礼拜四都谈台湾所处的国际形势 亚太印太 明天我再谈台湾在印太策略里面的关键位置 政治经济音乐都一样 其实我自己到音乐厅的时候坐在那边 我可以进入一种类似禅宗的境界 英文叫做The Moment of Truth 我不知道翻译啦 我觉得那一刻我正在天堂 虽然天堂很好 请记得买来回机票 好最后请执行长你们做幕后工作人 来鼓鼓大家请 我自己其实在去年放弃了很多年的 在公家乐团的很稳定的工作 那我觉得是工作了二十几年 才回头去省思到底自己在古典音乐圈做了哪些事情 希望投射给观众的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重拾属于自己台湾的音乐文化 那我也很高兴在去年加入了万声乐团的团队 我觉得在一个行政人员从观众的眼神 从观众的反应 可以知道到底什么样的音乐 能够改动这个台湾的土地 所以也希望能够继续在这个幕后的行政工作 继续把台湾最好的音乐 推动给台湾的每一个角落的人们 好当我们的观众看到这个节目已经十点钟了 我请大家就像切克夫 这位俄罗斯最大的小说家 他人生最后的剧本叫樱桃园 里面最后一句话 你好新生活 我每天早上真的是 我都对自己说早安巴哈先生 我是每天这样开始的 然后睡觉前我是听那个 顾尔德的巴哈的郭德堡变奏曲 听说是为了让那位郭德堡公爵能够睡觉 但是我每次听都睡不着 好文明的进步来自信心 我们这个节目是在建构他的信心 透过各种政治 经济 社会 历史 文明 包括音乐 我向他推荐这本书 你告诉自己你好新生活 早安巴哈先生 你听的音乐 每一天都是好运 这本书告诉我们 作者展开巴哈的音乐遗迹之旅 从巴塞 在容纳比利时卡沙尔斯纪念馆到德国 他研读各种资料文献重新爬书 最后他回到他自己 他加拿大人蒙特利 拿起大提琴投身 巴哈的音乐时空 在巴哈诞生三百多年的今天 为世人揭开了充满传奇的 无伴奏大提琴族曲 创作与手稿之名 有没有记得一位音乐家在柏林围墙倒塌的时候 就在柏林围墙边继续演奏 无伴奏大提琴族曲 正是不见了 是音乐人的存在 谢谢三位 谢谢